代言关心神韵艺术团巡回演出的最新消息 1月24号晚上美国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的表演艺术中心 迎来了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在此的首场演出 曾经是记者和专栏作家的龙达麦当劳 现在是新业学校的创办人和董事长 看过神韵之后他感动一场 龙达还多次提到从神韵中了解到东方的哲理 神性的内涵 今天是美国神韵的美国神韵的美国 我们在美国之间的美国之间的美国 和舞台的舞台 和舞台的美国之间的美国 它们是美国的美国之间的美国 和美国之间的美国之间 但是我们很喜欢被关系到的 我们很熟悉了 这一场美国之间的美国 我明白这种文化的文化 当你一切拆你走 说有没有人的 divinity 是非常有意味的 很可憐 认为人们会拒绝有神的意思 和在这个世界上有神的能力 很可憐 认为人们会想拒绝 今天是比较一记忆 中国在中国的国家没有大自由 这对我们非常重要 我们希望看到自由回到 新台人记者李新 柏州杰克逊维尔报道